今天来简单讲一下这个坦克的性价比问题 我之前在做这个存档锐评的时候 总是喜欢先看一下这个玩家坦克设计的造价 根据这个造价我总会做出一些判断 就是这个玩家的坦克造贵了 很少会出现这个玩家坦克造便宜的情况 所以很多粉丝就有一个疑问啊 到底什么样的坦克不算贵 什么样的坦克是价值刚刚好 而不是偏贵的 今天我们就用这个视频来讲清楚 这个大概多少价钱的坦克是刚刚好的 首先我们得先确定一个具体的时间点 目前我把这个时间点定为这个1940年的上半年 在这个时间点我们有能力做到大规模量产这个坦克 然后这个坦克生产出来之后 也会广泛的在我们这个部队中服役 以这个时间点为基础的话 就可以确定我们这个科技的节点 我们在这个1940年上半年 肯定是能把这个科技 基本上都研究到这个41年科技 我们就在这边全部定为41年科技好了 在正常情况下 我们有火炮卡的时候 都是能把这个火炮点到41年的 所以不用纠结这个科技的问题 当然在这个版本还有一个值得我们注意的 就是这个39年的维修年 这个是能送一个一维护改装的 然后在这个PVE的基础上 我们肯定是一般选用这种加人员杀伤的装甲科技 在这个时间点 我们一般会设计两种坦克 一种是使用改进型中型加农炮的坦克 一种是使用这个改进型中型榴弹炮的坦克 相比之下 这个榴弹炮的坦克会比这个加农炮的坦克略贵一点 因为默认我们是能经盾这个AI的 所以不需要在这个装甲上面进行特化 我们只需要把这个装甲点到我们这个速度变成4000米之后就够了 一般这种情况下 我们在这个40年能量产的坦克价格大概在11块左右 如果我们这个坦克造出来是12块或者10块 那都是性价比非常高的一辆坦克 这种价格的坦克我是不会说它贵的 我会说这个价格设计的很合理 当然很多玩家为了追求这个极致的软硬伤害啊 会把这个模组装上副炮 一般是装这个重击枪 但是装这个小型加农炮也是可以的 这种情况就会导致我们的这个坦克价格偏高 但是如果你能达到这个57点的软弓 15块钱也是可以接受的 也不算太贵 如果在这个1940年你的坦克造价远低于10块钱 那我会说这个坦克有些偏便宜了 因为你低于10块钱的唯一办法就是装这种小型的主武器 或者就一些重要的元件没有装 这就是一种比较偷工减料的坦克 当然这个苏联坦克减造价说不定能减到这么多 但是这个时间点10块钱是一个坦克的标准价值 这边再额外说一下是用加农炮还是用榴弹炮 如果我们只是打这个原版的PVE 那用这个榴弹炮 如果我们是打这种EXAI 它是有装甲师的情况下 我们是可以选用这个加农炮的 选加农炮的一个主要原因是 它有这个穿甲深度 还有一点点这个对装甲的杀伤 如果打这种装甲率极高的部队是有一点优势的 而且它稍微便宜一点 还有一个粉丝比较关心的问题 就是如果我们想做这个高速坦克大概怎么设计 关于高速坦克实战的意义 我没怎么测试过 因为这个版本玩高速坦克很难有好的结果 不过也不是不能设计 我们高速坦克有一个基准值 就是这个速度至少得到8000米 因为我们这个高速的含义 不仅仅是快速包围敌人 还有一个要点就是踩溃敌军 只有我们这个速度到了8000米以上 还非常容易踩溃敌军 如果低于8000米的话 我们是很难触发这个踩溃效果的 如果你就是想标车完 那我们得把这个坦克的速度拉到12000米 这样才能配合我们这个摩布师的最高速度 而且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可能要给坦克上一个油箱 这个油箱上了之后 我们至少能多跑一段路 主要用的这个中坦讲完了 我们再顺便讲一下这个防空车的价格 防空车的价格当然是越便宜越好 我们一般都是选择这个轻型炮塔里面的这种固定或者单成员炮塔 这个是最便宜的 然后再上一个基础防空炮 其实这个对空攻击高了低了没什么关系的 我们只要有就行了 高低无所谓 必须得有 然后就是我们这个防空车的装甲设计了 我们一般是要用这个防空车来做这个金盾的 所以肯定是要装上这个焊接装甲 把这个甲给拉起来 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得不停的叠这个装甲了 但是装甲也不需要叠太多 我们叠到这个最大速度到4000米就行了 这个装甲厚度就足以金盾95%的AI单位了 因为AI的部队顶多装一个反坦克支援联 它的穿甲深度顶多到13点几 而我们这个60多的装甲厚度平均到年队里面也快有20的装甲厚度了 AI只要穿不了就没事 虽然这个蠢驴改了这个穿甲的机制 但是不影响我们这个金盾的伤害 所以只要能金盾一点点就够了 所以说在这个40年上半年这个时间点 如果出防空车的话 它的价格一般会在7块钱左右 如果高过7块 大概8 9块的话 这个就算是比较贵的了 这边再给大家额外讲一下这个坦克兼机车 虽然大家打这个普通的PVE不怎么用 但是我们打这种EXAI还是要用一下的 因为EXAI它的装甲师的装甲厚度平均是在70 我们想要穿它还是得装一个这个坦肩 在我们的部队里面 因为这个重型坦克底盘实在是太贵了 所以我们一般只做这个中型坦克兼机车 这边也非常的好设计 我们只要把这个中型炮塔给它换成中型固定式炮塔就可以了 关于这个炮塔 大家也可以联想一下这个4号坦克兼机车 它就是这种固定式炮塔 在装了固定炮塔的情况下 我们就可以给我们的中型坦克底盘装这个重型武器了 这边我们当然是装上这个最好的改进型重型加农炮啊 它能给我们提供125的穿甲深度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这个穿深就非常好叠了 然后再装上我们坦克兼机车B带的追堂炮转接器 再拉一下这个穿深 让我们这个坦尖就设计好了 因为它是这个坦尖的这个型号 所以我们不需要给它拉其他任何的属性 这个钢四的模型还是挺怪的 这边使用最匹配的 它居然是一个压具车啊 我们在这边找一下吧 我们最匹配的应该是这个四号坦克兼机车啊 这个就是我们设计出来的坦尖 做成这样就可以了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这个坦尖的造价一般都是10块左右啊 不会特别的贵 还可以再减一下这个造价 当然我们也是可以专门利用这个坦尖来叠甲的 如果我们想给这个步兵师装这个坦尖的话 是可以把它的这个甲拉的很高的 这种情况下这个坦尖也可以替代这个中防空的作用啊 我们可以让步兵师带一个坦尖 然后支援链里面挂一个防空炮 也就相当于又能反坦又能防空了 所以说一般我们这个坦尖的价格会在12块左右啊 一般是偏低一点的 因为比较省钱 如果太贵超过15块的话 那都是不合格的坦尖 但是也不缺乏那些喜欢装甲特化的玩家 我之前是看过一些人玩一些比较极端的玩法 就是把自己的部队整体的这个装甲厚度跌到100以上啊 导致我装上坦尖都穿不动 也是有这种情况的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